当一位政府监管官员侧身上车的时候, 一家中国制药公司的高管将一个装有30万元现金的纸袋滴了进去。 这位高管就是杜伟明,他急于让自己公司的疫苗获得批准,因此需要帮助。 根据法庭文件,该官员拿走了这笔钱,并保证会尽力而为。 几个月后,杜伟明获准开始两种疫苗的临床试验。 这两种疫苗最终获得批准,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 2016年,该政府官员因收受杜伟明和其他几家疫苗生产商的贿赂而入狱。 杜伟明从未被起诉。相反,他建立了一个帝国。 他的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疫苗生产商之一。 被称为疫苗之王的杜伟明则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公司董事长杜伟明被称为疫苗之王,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以及AVRO China依靠这样的成功,杜伟明和他的公司如今在新冠病毒疫苗生产的全球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康泰将成为英国、瑞典合资制药巨头阿斯利康的疫苗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生产上, 这两家公司还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疫苗交易上进行合作。 这家中国公司也在为其候选疫苗进行早期试验。 杜伟明丑闻之下的成功在中国并非理。